歡迎各位收看廣傳媒的廣傳貿論 我是何良茂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武漢肺炎 到了可能全球大流行的階段 事實上武漢肺炎變成全球化 已經在2月份 在特別中旬之後變成一個事實 到了這個星期中 中國確診的個案已經超過8萬宗 而中國的死亡人數是超過3,000人 至於在美國的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100個個案 而死亡者到星期四來講 都要到11人 其中10人就在華盛頓州 在這個星期 美國加州也是第一次出現死亡案例 當然疫症最嚴重的地區 都不脫漢國、意大利、伊朗 以至日本 在意大利來說 舉個例子 確診超過3,000個個案 死亡超過100人 在加拿大確診到星期四都有34例 B.C.有13例 安省有20例 灰省有1例 究竟武漢肺炎 最近有些說法 雖然首先發現在中國 但起源地未必是中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南三所說的 按照這個星期 抗愛滋病的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 在美國在星期二接受訪問的時候 據他們對沙士和新冠狀病毒的了解 以及對其他動物物種中所發現新冠病毒的了解 何大一認為毫不懷疑武漢肺炎是起源於中國的 這個說法 以醫學專家 特別是愛滋病 雞尾療法的發明人 這種說法很權威 事實上何大一自己 亦都是愛滋病的地位 就是醫療愛滋病的地位 是世界頂尖的了 事實上也都在新冠狀病毒 或者武漢肺炎的病毒裡面 都說找到那些病毒 是有包含HIV的病毒在裡面的 人工合成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今天在3月3日 美國國防部也提出了一個警暴 就說未來30天可能會 武漢肺炎 全球大流行 當然這個大流行 就是未得到世衛 世衛到現在都說是極高 那個所謂風險極高 未去到大流行 就說 雖然說中國是一個 就是發病的地方最多 但是去到世界其他地方 出現了新的一個 案例的大爆發 有些地方都還是努力 就是所謂制止或者阻擊 所以他們說未到大流行的階段 在加拿大 這個禮拜政府都開始轉口風了 再加緊口徑就說 一些是安省的 特別是多倫多地區 所謂伊朗新年 就是波斯新年的活動 他們都是有公眾的群眾性聚集的場面的 宣布要取消 為了疫情的需要 在伊朗方面 疫情嚴重到有超過20位的國會議員都確診的 有伊朗的統治階層 很多高官都中招 甚至有些都挺高級的 去到衛生部副部長 最高領導人的顧問等等 很明顯在國際上 現在那個進展 不是進展 就是那個疫情 被中國似乎厲害 按照官方的說法 所以加拿大有兩間保險公司 都決定 停止 因為新冠狀病毒 而引起的旅行 取消行程的保險 取消了這樣的COVER 他們不包括這些 因為武漢肺炎引起的行程損失 就是取消了之後的損失 估計其他保險公司 都可能會跟從這個做法 很多國家 包括中國的研究人員 都說武漢病毒都出現了病毒的變異 病毒變異 特別演化出了LR型和SR型 其中LR型的病毒更具侵略性 傳染力更強 有些大陸學者也說 如果出現了病毒變異 它的致病的特點就變得不同了 就是說 例如病毒在中國的死亡率是2% 但是在歐洲的死亡率可能會更高 因為它變異了可能更毒 又認為如果在巴西的患者身上 找到病毒和中國不是同一個型 即使採用中國的疫苗 也起不到保護作用 來到武漢病毒變成了全球化的瘟疫時代 所以各個在北美洲或者歐洲 或者其他海外地區生活的華人 都要特別注意防疫 防疫 防疫 手中都是多洗手 多洗手 這個勤洗手 有時還比起口罩 防疫的功能更大 因為手是我們每天接觸不同物件 染到病毒的機率是極高的 口罩可以說是防疫性 防疫別人的飛沫 讓別人相信 你如果打嗤也會有口罩擋住 但是手是防不勝防 所以洗手是最重要的 加拿大衛生當局都說 勤洗手之餘 打嗤或是有咳嗽 都要掩住鼻 用這種方式掩住鼻 要貼住 用右手或者左手 掩住你打嗤或是有咳嗽的 口部或者鼻部 盡量不要摸鼻、摸口、摸臉 這些動作在瘟疫流行時代是極之高危的 另外在生活方面 在飲食方面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工作 例如說有些人的身體 如果適合的話 都可以在蒜頭、薑黃素方面 可以多些注意吸取 特別在食物上加蒜頭 也有些人的身體受得到 都會把蒜頭切片 變成了很薄的蒜片 加黃糖 不是黃糖 加冰糖 煮熱之後 就可以喝下去 也是一種 所謂用大蒜素來保護自己的 當然有些人說吃咖喱 有薑黃素 要看各個身體 有些人未必受得到 特別是辣的地方 當然也有洋蔥、青蔥和醋 都有些殺菌作用 這是要照顧大家的體質 也不可以別人吃你又吃 但是現在在這個非常時機 很多人都會提供這種 食用方面的經驗 其實青代有本書叫做《經驗神方》 都說到原來酒精和蒜 都有一些可以在疫情出現的時候 有些幫助的 原文是這麼說的 凡與溫逆盛行之時 若出門酒東過西 需飲酒幾杯 然後出門 回家之時亦當飲酒幾杯 然後可食別樣物件 自然氣壯絕不染溫 但不可置醉 如不能飲酒者 出入可食薑蒜 或將薑塞在鼻內 亦可甚妙 這個清代的一本經驗神方 是這麼說的 在這方面我覺得 飲食方面當然清淡一點 在這個時間 可能對身體的 身層代謝 是有利一點的 如果你吃得太多油膩 或者煎炸 身體要消耗更加多的能量 去轉移了你的能量 這個時間 大家又要多運動 多散步 或者做開的保健運動 不妨繼續做 身體保健一點 就是抵擋這些疫症 是有幫助的 我記得1970年 有首歌 叫做CCR唱的 叫做 Who Stopped The Ring 這首歌很有意思的 就是 天要下雨 即是你怎麼阻擋呢 發生時疫 你怎麼阻擋呢 都是在天的決定 這個天意 當然剛才我們說了 人事上 我們能夠做多少 就得多少 都是事在人為 但是天意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這個時疫 中國有些專家說 3月底開始 除了武漢或者湖北 其他在中國地方 疫情都會開始 去到一個擲口罩的階段 去到4月底 有中國的一些醫療專家說 4月底 中國大致可以擲除口罩 但是中國 醞釀擲除口罩 升足 在海外 特別在歐美這些國家 以至到現在疫症高法的 日韓 意大利 伊朗 就要戴口罩了 在意大利很多要隔離的一些村鎮的居民 都頂不住 覺得要出來示威 要自由 但是在時疫裡面 大家是要有些紀律的 是有些受限制的自由的 如果不是 你有了自由 但是可能沒有了一條命 這裏我會播一播這首歌 希望 HOLD STOP THE RAIN 天意能夠快些 解決到我們的疫症 是 9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